歡迎來到飛碟午餐 我是尹乃金 我是林紹宇 好今天這個林紹宇呢 準備在我們周三的地球人 你好嗎 要跟我們談幾個話題喔 一個是呢 拜登呢 越來越來越來越多 一月中呢會訪問中東呢 以色列宣布呢中東的防空系統 MEAD開始運作 那美國呢的意圖在哪裡 第二個呢就是 我們在這個大主題之下 會談到就是 美國的民主圍堵獨裁模式 包括軍事的合作 小北約啦 雙邊協防協定啦 經濟合作啦 印太經濟合作架構 多邊論壇啊 然後還有就是呢到目前為止呢 跟伊朗的核協議呢沒有進展 但是我也搞不清楚這什麼叫做 I2 U2啊到底是什麼 好然後呢還有呢就是呢 紐約時報呢 報導就是川普考慮呢提前宣布參選啊 這個和最近的一位白宮前幕僚長的助理啊 一個女生 她在國會裡面的這個作證啊 有相當大的關聯 我們前兩天呢也談到 就是她的這個證詞裡面呢 就是揭露出來這個川普呢 是真的是有這個想要去呢鼓動這個 鼓動暴徒啊 然後意圖要去使得彭斯這個副總統 他們在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的時候呢 要不承認那選舉人團的 最終的認可的選舉結果啊 然後經濟學人呢有談到就 所以共和黨呢為什麼越來越極端啊 然後呢紐約時報呢還有一篇就是 民主黨呢也在對拜登逼宮啊 然後呢經濟學人有談到說 拜登跟賀錦麗的組合為什麼是災難啊 我們盡量掌握時間 希望能夠把這些話題呢都能夠談到 因為林少爺每次呢都準備很多呢 然後我們都常常談不到 但是呢我們還是一開始的時候 我還是要浪費一點時間啊 台大文學史 然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比較文學硕士 請教一下這個台大的學長 您對於您這位這個學弟呢 林志堅的碩士論文 這個我覺得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來 那叫抄襲吧 是呀是呀 怎麼樣你們台大真的了不起啊 什麼人都有啊 不是你們就有個國師啊 所以叫紀李鴻喜之後呢 台大的國師呢就是陳明通 這叫台大多元化 哈哈哈哈真的是丟人啊 我覺得這個有點離譜啦 就是那個那個防衛就是替自己辯論的理由 我找不出為什麼任何一點 就可以有傷勢的疑地 就是很少幾乎沒有啊對不對 對我覺得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來 這叫抄襲 對啊對啊 哪有時候自己的群體結果 超爽的 別人不能別人不能這個拿來當成論文題材 那就是 他而且是一個 他把他的論文的家 陳明通真的是一個良師啊 陳明通也是一個厲害 這是良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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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另外一個學生呢 在寫論文的時候 他還不是他的指導教授呢 他只是口試委員而已 那個人寫作呢遇到了瓶頸 然後這個人還是調查局的人 哈哈官員 來來來來這個林志堅呢 這個給你參考給你參考 結果呢這個余先生呢 他先把論文寫出來了 然後呢就感謝這個林志堅 這個後畢業 這個原創者呢 反而反而這個去抄了他的 整個copy他的東西了 哇真的是一個超有未來感的一個台大國發所呀 我覺得這個執政黨怎麼老是 不是老是啊 就是會有這種這種抄襲問題的 在台灣政壇也層出不窮 這就叫做呢 世代父之無恥呢 世為國恥啊 哈哈哈哈 我們現在 哎我要再講一次啊 我們現在正在看院士會議呢 眾議院院長 眾議院副院長 我們的諾貝爾獎得主 這些特聘研究員 李遠哲跟陳建仁 他們他都是 嗯哼 台大的呢 哦那台大太多了 是吧 所以 對不是 這是學術欸 眾議院是我們最高的這個學術機構 之前都不出來講話 哇我們真的是台灣之光啊 啊 了不起啊 這個 可恥啊 好 好 我們現在來那個 來談啊 這個拜登的月中呢 要訪問中東了 以色列宣佈 中東防空系統呢 MEAD開始運作 那到底美國在 在賣什麼藥 這篇是什麼樣的文章 這篇是基本上有好幾篇文章 整理出來的 就是 我覺得這個看出來一個 這個 一個美國在 就是現在全世界 在圍堵中國 或是圍堵中俄的這個 獨裁政權的一個模式啊 這個故事要先從這個 白宮六月中的時候 宣佈這個拜登七月中 到這個中東三個地區去 去訪問 這三個國家 一個是以色列 一個是沙烏地阿拉伯 一個是 然後還有一個地區 叫做伊旦和西安 在伊旦和西安 當然就訪問巴士 很支持政府了 然後呢 這個 一個多禮拜之後呢 以色列的國防部長呢 在一次在國防 他的以色列國會的 國防委員會簡報的時候呢 他說這個以色列呢 希望在美國領導之下呢 就強化 繼續強化中東地區 中東地區各國的安全合作 這個話講來 講來是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中東地區各國 在過去這幾年 已經有相當密切的 這個情報合作了 那情報也是安全的一部分 然後可是他下面講的 就有點讓人家有點 對大家有點意外 他就說他希望 7月中拜登來訪問時候呢 能夠把這個 既有的情報合作協定的更進一步 然後他又開始講到說 這個合作協定呢 有一部分呢 是一個叫做中東防空系統的協定 就是這個 尤以色列跟美國帶頭 開發一套的防空系統 這個防空系統 叫做MEAD 就Middle East Air Defense MEAD 中東防空系統 然後這個防空系統呢 這個可以呢 這個這個 事實上呢 甚至已經開始運作了 而且呢也已經成功的 阻擋過伊朗呢 對這個區域 這個包括以色列在內的國家的 這個飛彈啊 或是無人機的攻擊 那這個話講出來以後 就讓大家嚇一跳 原來這個以色列過去幾年 跟中東其他阿拉伯地區 國家的這個安全合作 不僅僅只限於情報的交流 跟這個交流跟互換 而包括在 而包括在軍事行動上面 那麼這大家每次 那大家就 大家立刻想起來說 美國是不是想在中東也搞一個 類似北約的組織呢 或是 或是類似北約的組織 在軍事上能夠 拉進這個 拉攏這個伊朗 拉攏這個阿拉伯國家 跟以色列的合作 共同對付 美國在中東的這個敵人 或是中東的對手伊朗 那麼就好像他們在歐洲 用北約去對付俄國 在又在亞洲用這個 日本韓國澳洲的協防圈 去對付中國是一模一樣的模式 那麼這個事情有 這個計畫呢 有他的 有他的這個 有他的背景存在 這背景是說 這川普在2017年5月 他第一次 他當選總統之後呢 第一次出訪 其實是外訪就到這個 沙烏地阿拉伯去 那個時候呢 5月的時候呢 他到阿拉伯時候呢 美國就提議要成立一個 阿拉伯世界的北約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名稱叫中東戰略聯盟 叫MISA and Middle East Strategic Alliance 那個時候呢 就已經有個具體的方法 就是用阿拉伯波斯灣合作理事會 的這個基礎 這個六國成員基礎 再加上三國來成立 用他們為基礎用雛形來成立一個 把轉變成一個這個 這個類似軍事組織 那麼波斯灣合作理事會 這個GCC呢 是在1981年成立的一個 以經濟貿易為主的 合作為主的一個單位 然後美國那時候就想說 我們可以用這個 既有的一個組織 擴大成為一個軍事組織 那麼GCC的六國就是波斯灣 有波斯灣這個 在波斯灣沿岸周邊的六國 巴林 科威特 阿曼卡達 沙烏地阿拉伯 跟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再加上埃及跟約旦 這兩個美國在中東地區 向來比較緊密的軍事國家 加上美國有九個國家 共同來成立一個這個 中東戰略聯盟 可是中東戰略聯盟呢 壽命非常短暫 因為當時的阿拉伯世界 2017年的時候 56年前的時候 當時阿拉伯世界的這個 不僅阿拉伯 阿拉伯國家各有各懷鬼胎 比如說那時候沙烏地阿拉伯 跟卡達是不相往來的 對他們後來斷交 到底覆交沒 覆交好像還沒有 可是已經和好了 我知道和好了 但是他們就斷交了 因為那時候他們就在指控 卡達對於恐怖分子 什麼窩藏等等 然後那個因為 那個中東的那個 中東這一塊 就沙烏地阿拉伯的這一塊呢 以他為首的這些的國家 還陸陸續續的跟卡達斷交 對當時美國還 美國那時候正是一頭熱的 要轉向亞洲 然後呢沙烏地阿拉伯看到說 你們就要把資源大部分都掉亞洲去 我為什麼要相信你說 你會在這個 這個在中東地區 搞一個 搞一個這個這個 類似北約的組織 所以當時這個 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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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 成立MISA 中東北約這個事情 很快就很快就沒有消失了 可是這五年來呢 這個中東局勢最大的變化 就是自從這個 這個川普的女婿 搞了一個亞伯拉罕協議之後呢 以色列跟中東部阿拉伯國家 阿拉伯世界國家搞得非常熱 非常熱烈啊 然後呢他甚至他比如說 他在靠著這個亞伯拉罕協議呢 他跟這個沙烏地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巴林跟摩洛哥已經關係正常化了 就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然後他跟他跟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就是阿拉伯世界龍頭老大 雖然沒有建交 可是他私底下的關係非常惡劣 兩國的平民往 經濟往來啊 軍事往來 這私底下非常惡劣 最主要是呢 這個因為 那個 以色列的鐵窮系統 在對抗哈馬斯的恐怖 哈馬斯的活動的時候呢 發揮了非常大的功效 這個全世界都知道這是一套好系統 然後所以其他阿拉伯國家 也想跟以色列買這個系統 而且有 巴林沃哥已經付了 簽了一個五億美金的協定 要去買阿拉伯 買以色列的另外一套防空系統 然後呢 前一陣子呢 大家看到這個以色列軍機呢 在這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機場 這個起降 而且是貨機 大家懷疑說 這兩個國家是不是已經簽了一些 軍事這個採購的協定 而且已經開始交貨了 因此這個以色列現在跟阿拉伯國家可不可以說是處得非常非常好 那麼這一次呢 拜登去這個中東地區訪問在阿拉伯的時候在這個以色列的行程有一站就是他也要參加這個GCC就是波斯灣合作理事會的這個高峰會 美國也會參加 也把當初的埃及跟約旦也找進來 意思就是說他也照川普當年一模一樣的做法去深化這個美國跟以色列跟阿拉伯世界的關係 那麼這個而且他是仿效川普當年去利用這個阿拉伯波斯灣合作理事會去成立這個中東的北約的做法 那大家想到外夜想到這個當年川普做法想說 美國是不是真的這次想要在這個中東地區呢搞一個北約 好那所以這裡面呢就牽涉到有關於這個鐵窮 對對鐵窮還有這個MEAD的系統他們到底的差別和發展是怎麼樣 鐵窮這個鐵窮防空系統的這個那個時候呢 雖然在全世界武器是軍火市場國防部的防衛圈裡面出境風頭 可是有個最大的問題就是哈馬斯跟其他恐怖分子呢 對以色列發射的飛彈或火箭都是非常這種就是初級的 或者是這個這個這個有點像土製炸彈一樣 嗯這個比較粗比較粗躁一點的飛彈因此他成本非常低 可是呢美國不是美國以色列不管從愛國愛國者飛彈到這個鐵窮飛彈 每每每每一枚的單價成本都比這個這個他的對手造價來的高 是所以這就顯得非常的不划算了哈對雖然非常有效可是很不划算 對但是呢阿拉伯這些國家呢中東這個國家很有錢 所以呢買起來呢可以不手軟 好我們繼續請林紹宇來跟我們談 拜登在呃7月13號16號要訪問以色列約旦核西安 也就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還有沙烏地阿拉伯 然後以色列宣布呢要就是跟那個美國呢合作的中東防空系統 MED早就已經開始運作了那他跟鐵窮飛彈 剛才講到鐵窮飛彈呢因為他比較昂貴 比較昂貴嘛對 比起這個哈馬斯他們的這個土製就有點像土製炸彈 土製飛彈 土製飛彈有點不划算 然後呢 很不划算 那這個ME 對所以呢 美國呢這個為以色列為這個這個成本的原因 他開發一種新系統叫做Iron Beam 這個Beam就是指雷射光啊 他就是利用這個雷射光雷射呢去摧毀來這個同步子 或是任何敵人發射的一些小型的這個飛行器 或是小型的這個彈彈藥不管是飛彈火箭 然後呢大型的這個威脅能彈由鐵窮負責 那麼這個系統好處在哪裡呢 這個這個以色列前總理就剛剛下台 剛剛辭職那個總理Bennett 他在6月初呢去參觀這個叫做這個Iron Beam的這個系統的時候 他說呢 Iron Beam呢是一個決勝負的武器 因為以色列只要每每一個鐵龍 只要多花兩美人就可以擊落敵方的這個小型的來襲的這個威脅啊 他很厲害 他包括擊落對方的反戰車飛彈 無導引的火箭還有這個無人機 他是在鐵窮的衍生型 對他就利用鐵窮的器材的架構去衍生出來不打飛彈 而用雷射方法去擊毀敵人的飛彈 那為什麼兩塊錢 因為只要花就電力 兩塊美金 兩塊美金就是因為只要靠電力就可以了 對那這應該是我們要發展 就覺得不對稱戰爭 這個有沒有誇張有點誇張 可是基本上這個方向是正確的 那以色列國會議員呢 這個國防委員會國會議員還說呢 這個MED系統呢 這個可以整合這個中東地區 以色列跟其他國家的飛彈系統跟雷達系統 然後呢甚至呢 將來這個系統可以延伸到太空 在衛星上搭配雷射來對付這個 攻擊這個中東地區來襲的飛彈 這當然是另外一個大餅啦 不過這個大餅以前人也畫過 1980年代雷根當總統的時候 就曾經設計過一套星戰計畫 那個時候就是用衛星搭載武器 雷射武器來防衛美國本土 哇 對 好夢幻喔 可是那個計畫1980年代 失敗了以後 沒有付諸實行 到現在為止沒有成功過 科技在進步 科技在進步 我們相信以色列 好來繼續 然後呢 但是呢 有一個地方就是大家覺得 還是很神秘就是 到底MED到底有 中東有多少個阿博國家參加呢 除了美國跟以色列之外 還有多少個 這個名單一直沒有公佈 另外一個沒有公佈的就是 MED到底合作到什麼程度 或者說這個美國 這個以色列國防部長說的 中東和這個區域安全合作 這樣的一個架構 除了MED之外 還有什麼其他的地方 是中東國家跟以色列 跟美國一起合作的 這也不知道 就不管是MED的這個 深化程度到多少 或者整個架構深化程度到 都不知道 唯一的線索就是今年3月的時候呢 這個中東國家跟以色列 美國的軍方高層 那是在埃及的西奈半島 最南端有個度假聖地 開過一次會 那這一次會開會的成員國呢 大家是知道的 除了美國以色列之外 還有沙烏地阿勃 卡達 埃及 阿勃聯合大公國 巴林跟約旦 意思就是說這個阿勃聯合大公國 跟這個 這個沙烏地阿勃 這兩個阿勃世界最大老大老二的國家都參加了 然後美國的這個傳統的軍事 在中東世界 傳統的軍事盟友 約旦跟埃及也參加了 因此呢 這個看這個計畫看起來 如果這個 當初參加這個會議的國家 就是在討論這個MED的未來的話 那MED這個未來成功的機會是非常大的 那麼為什麼 那下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以色列國防部要透露這個消息呢 有一個原因就是因為這個以色列知道看到 或者阿勃國家看到說 現在美國跟伊朗談判拿不出什麼結果 大家會擔憂 那麼以色列就趁機替美國這個拜登來訪做些鋪墊 就告訴大家說這個計畫是美國在出資的 或是美國在領導的 大家可以放心 美國會替中東地區提供一些 提供一些保護產 這個保護產除了MED之外 還有一些其他東西請大家放心 所以他們的意思是說 雖然這個伊核協議沒有什麼進展 但是呢大家也不要擔心 因為伊核協議的沒有進展 伊朗呢因此而就真的發展核武了 是 因為呢美國回來了 然後呢我們 而且還要弄一個中東防空系統 所以擔心的還是伊朗 並不是有關於巴勒斯坦的問題 對然後這個 但是問題在是說 呃所以拜登的這次的訪問 他還是在這個遜尼派 以阿拉伯 沙烏地阿拉伯為首的這個遜尼派 跟以色列之間的和解 然後伊朗這個什葉派 他在那邊還是變成是 中東的公敵嗎 呃這是第一個問題 是這樣嗎 是基本上是這樣子 就是中東世界現在 基本上呢都把這個伊朗當作 共同的敵人 除了少數國家之外 比如說伊拉克他正在積極拉攏 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的和解 可是和解呢經過幾年努力 仍然沒有什麼進展 因此呢這個也是美國認為 或是美國以色列認為 這個在他在中東世界 有擴大影響力的機會的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但我覺得這有點奇怪 因為呢自從美國呢 呃從阿富汗撤軍之後 原本大家以為 呃美國呢已經不要再管中東了 啊OK 不要再管中東了 但是呢他這次呢 為了很多重的目的拜登 因為像比如說有關於 呃能源的問題啦等等了 所以他就不管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呃過去在人權上面 非常惡劣的記錄嘛 呃就是他的呃黃雏對不對 哈殺死了呃 殺死了卡少吉 卡少吉的事情 他都不管了 那他這次的目的到底在哪裡 這次目的就是希望能夠在 這個利用這個美國跟伊朗 談判不成的 的這個這個時機 加強這個在中東地區 這個防止伊朗作亂的機會 那拜登有一個有 拜登自己雖然外界說 他這個撤出中東 可是他一直不願意承認這個說法 他是說他要結束的是阿富汗戰爭 而不是要結束美國在中東的影響力 這是兩回事情 對所以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這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一個區別 而且還有一個就是他的勢力如果呃真的抽離的話 他他一方面雖然俄羅斯現在自顧不暇啦齁 但是呢他也怕像比如說中國趁虛而入 當然當然 對不對齁 所以他這次是要有一些比較特殊的任務的齁 然後呢這個呃拉上這個印度呢拜登呢 組織西亞版的跨的又是怎麼怎麼一回事 什麼叫做這是I2U2嗎 I2U2 ok I2U就是想這個就是講四個國家組成的一個組織 那這四個國家呢兩個國家是I開頭的 兩個國家是U開頭的 India U 先講I開頭India跟這個 印度跟這個我小忘記 以色列 Israel 然後呢U開頭一個單是美國拉 另外就是阿聯酋 阿國聯合大公國 I2U2 欸真的還蠻不錯的 這個搖滾團體的名稱 有點像 而且而且我覺得很像那個很像那種什麼情歌啊或是樂團的那種 對啊對啊對啊 I2U2 對沒錯沒錯 Me2 那這I2U2是個什麼樣組織呢 這是個非常年輕的組織 它是在去年2021年10月的時候 在這個以色列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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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以色列跟布林肯 還有阿博聯合大公國四國的外長 在以色列開會的時候 四個人臨時想到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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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的方法 就是他就想說欸我們這四個國家應該在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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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行定期舉行一個會議這個會議建立一個組織叫做國際經濟合作論壇 叫International Foreig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那想當然他們當初想的是跟經濟有關的這個事物可以在這個論壇討論 那比如說要在交通啦各國交通啦跟技術啦科技啦數位經濟啦海上安全經貿等領域的合作 那可是呢美國呢那個當時呢這個布林肯 布林肯不是就是當美國一把一想到把這個是四方論壇呢這個升級到了政府元首或這個高峰會的層次的時候呢 還把改名稱叫I2 YouTube的時候呢立即得到各國的響應啊 其中的阿聯阿博聯合大公國駐印度大使呢還把這個對話這個對話組這個機制呢叫做西亞版的Quad 那麼這個Quad最最讓人不解或最讓人覺得好奇的就是為什麼印度要納進去 或是說為什麼美國要把一個印度參與的組織也變成一個升級為一個區域的區域的這個高峰會形式 而且有機會成為一個另外一個這個另外一個這個像Quad的一樣的組織 那麼印度到底在美國的全球戰略佈局面扮演的是一個是扮演的是什麼樣重要的地位 制衡中國啊 哈哈哈哈 就在任何的地方都需要這個印度來去制衡中國 然後西亞這邊呢印度也可以參與咖是這個意思嗎 是是就是說印度本來在南亞以及這個印太地區的這個西邊 它本來就是因為區域的強權或是區域叫有區域的影響力大國 它一定會扮演某種角色 可是呢印度過去呢在這個扮演這個美國的這個合作者的角色上面 總是愛愛妹妹 它也不肯這個盡全力的配合美國的步調或是意願去牽制去牽制俄國 那麼讓美國為什麼還信任他 牽制俄國 對 那美國為什麼還信任他在南亞或是這個印太西部 他都搞的這樣子 美國為什麼還信任他在西亞他也可以扮演什麼角色呢 這是一個好奇的問題 那到底是什麼嘛 到底為什麼呢 因為他認為這個第一個原因就是印度這個地位置太重要了 第一個是他站在兩個亞洲的中間的樞紐位置 他可以聯合美國在中東的這個軍事或是這個區域的學防的武力 跟美國在亞洲的學防武力在中間扮演一個聯繫的角色 這個聯繫的角色除了這個印度的這個大國 現在是全世界最大民主國家的這個地位讓他比較放心 他沒有別的別的可以講 第二個是他他跟這個俄國的這個私下的眉來眼去 只要不要太過分 只要能夠他能夠牽制俄國 對於美國的首要敵人 這個防衛首要敵人中國來說沒有什麼太大的 牽制俄國 牽制俄國不要去妨礙美國的主要目標主要敵人中國的 他怎麼牽制俄國 他可以在他有些地方可以配合美國角色去這個去這個不跟俄國協助 有些地方可以雖然他現在到目前為止 比如說印度呢他都在買俄羅斯的油啊天然氣 可是這個天然氣 能源的問題美國自己都曾經想要購買 所以這是可以體諒的 所以說呢美國希望他在牽制俄國上面扮演的角色 這個似乎不如就是說他希望他能夠作為一個像西亞呀南亞呀啊 然後東北亞防堵中國的目的來的大 是沒錯沒錯 所以這是一個這個這個I2U2呢在這個各方討論的時候呢 最主要焦點是露在於印度在未來美國的全球布局面會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是而且呢特別是他講印度的這位大使啊他講到說阿聯酋駐印度大使啊 阿聯酋駐印度大使 他說呢這個是西亞版的跨的啊 有一個便利性在於是說這些國家包括印度包括美國 包括不知道以色列有沒有他們呢都已經有核武了 他們呢都已經有核武了 對對沒錯沒錯沒錯 另外一個對 他們比那個他們比那個跨的更強欸 沒錯沒錯 所以呢這個現在可以由這個由這個由這個 由這個剛才所講的可以看出來美國在全世界的佈局呢 在這個在亞洲他有一個類似北約的組織 然後呢這個類似北約的這個協防比如可是他是雙邊的 可是還是搞一個區域的這個防衛組織去抵擋中國的設施 然後又弄一個跨的跨的是一個這個一個論壇性的組織 然後呢他談的這個談的這個題目不見得不見得只限於防衛 他的交通啊技術啊各個各個層面都有 那麼在這個中東地區他也有一個類似這個防衛軍事防衛的組織 叫做現在沒有這個名稱可是呢叫做可是以GCC為基礎已經弄出來了 然後在這個論壇方面組織叫做I2U2 那麼在北約那在歐洲就不用講的北約本來就是一個非常老的組織 北約也有一個靠經濟就是歐盟也是一個靠就是另外一個經濟的經濟的單位單位 是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有一個概念啦 就我們現在呢從美國的這佈局呢然後到現在這個中國大陸呢他們整個對抗的形勢 就是你要搞圍堵他一定要一手是錢一手是軍事好 那所以呢美國呢他的呃用民主的方式去圍堵這個獨裁的模式他就是用一手軍事一手經濟 好那現在呢我們要來呃談的就是說為什麼伊朗核協議呢到目前為止沒進展 那這樣子接下來他會有一些什麼樣比較重大的變化 伊朗核協議沒有進展 與其說大家覺得好奇沒有為什麼沒有進展 我覺得更更確更恰當的一個描述是 大家好奇或是嫁異這個竟然這個會還開得下去 這是一個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那最近一輪的談判是在六月下旬的時候結束 而且那一輪談判呢非常短 只是兩天就結束了 那這些這些都不訝異 那另外一個不訝異就是這兩國呢爭執的焦點 仍然還是上一次導致上一輪結 上一輪談判沒有結果的同樣的問題就是 伊朗要求說美國你要把這個這個伊朗的革命衛隊 作為一個外國的恐怖組織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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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標記給撤銷 不然的話我就不會跟你簽核協議 美國說這個我說不到 因為這是跟核協議無關的一個要求 跟核協議核問題無關的要求 那美國那伊朗要求美國說呢 還要求美國說這個你要保證 就算這個拜登下台 美國政府仍然會執行這個今天所簽的核協議 他也沒辦法保證 也沒辦法保證 那在這種情況下 就就沒就就是沒搞頭了 沒有進展 不可能有進展 那至於下一輪談判還會不會繼續 大家也還不知道 對因此這個事情呢 也可能就這樣就這樣結束 也可能會繼續下一輪結局 可是下一輪談判如果繼續雙方堅持知道 對方不可能去答應的這個條件的時候 那一樣是無疾而終 哇好 我們呢今天呢又學到一個I to YouTube I to YouTube I to YouTube 這個會在 以色列跟 印度 印度 You to呢就是美國跟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對 好我們接下來要講美國政治 紐約時報一個報導說 川普考慮提前宣布參選 然後經濟學人分析共和黨為什麼越來越極端 那為什麼紐約時報又說民主黨要對拜登逼宮呢 在逼什麼呢 好那為什麼拜 拜登跟賀錦麗的組合是災難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看到是災難了 好來一下 先從川普要考慮提前宣布參選談起來 川普最近有 大家會覺得有很多美國人覺得他 或是美國政治觀察大家覺得他很憋 最重要的原因呢是 美國的這個眾議院的1月6號的這個調查委員會 這個在最近在一連串幾天 連續幾次的調查之後呢 推出一個明星證人 這明星證人就是哈奇森 他是一個白宮幕僚 當時川普在當總統的時候 當時白宮幕僚長的幕僚 的助理 的助理 然後呢他當時是跟川普 就是決策期間非常接近的一個人 他目睹了很多事情 他出來作證這個指控川普說 川普事實上是知道 那些這個1月6號這個 國會山莊暴動世界那些 那些暴民他們是有攜帶武器的 而且他們還意圖呢 要這個進去國會去這個施暴 那麼這兩件事情 川普過去都是否認的 那現在有一個這樣的明星證人出現 對川普的威脅來說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麼這個明星證人為什麼是明星證人 因為第一個他是女性 第二個他是標準的保守派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川普覺得這個威脅變大 川普為什麼覺得女性威脅變大 是因為女性尤其是郊區女性的票 是他上次選舉中撕掉最多 這個兩個最大票員中的一個 那麼所以他這也是為什麼他在這個 美國最高法院通過這個廢止 墮胎合法化的決議的時候呢 他這個基本上沒有什麼聲音的原因 因為這對他不見得有利 對他不見得有利 對他不見得有利 他當他在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還沒有決議還沒有出來的時候 他就說這個這個共和黨 實在是不應該推這個事情的 不過不管了 那麼這個所以這個這個證人對 證詞對川普來說呢 是一個非常大的威脅會有傷害 因此他為他他要阻止這個威脅 或傷害擴大呢 他就必須要這個做這個這個 另外一種打算 他打算是呢這個在提前一年宣佈 他要參選2024年的選舉 通常美國的這個總統參選 是宣佈候選人有意這個參選總統的人呢 都在其中選舉過後 在這個這個投票日投票日前一年宣佈參選 他川普如果真的要提前參選 他會他會等於是提前兩年 這提前兩年呢 共和黨共和黨裡面呢認為這個 這個有人支持有人反對 反對最大的理由就是說 你在這個其中選舉之前參選 你等於是把這個這個其中選舉 拱手送給民主黨 讓他們把這個其中選舉操作成 是一個對川普這個這個 信任投票的一個一個機會 那麼這樣子這個 以川普過去的這個這個分歧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例子來說呢 其中選舉又不是一個投票率非常高的選舉 像對對共和黨的其中選舉選情是不利的 那麼這個在支持人呢認為說 哎呀不管怎麼樣 川普呢不管推出什麼樣的政策 是在其中選舉之前講其中選舉 之後講 都是一樣大家都會把好的也是他的 credit 壞的也是他的 credit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川普什麼時候宣佈參選 根本就對大局是沒有什麼影響的 對所以這是這個川普這個推出選舉之後大家的討論 那對於民主黨來說 他們當然很樂意看到川普提前參選 因為這個正好可以操作說 輸出選民把這個拜登執政的時候 這些種種的這些不利的事情 比如說這個澎澎啦這個疫情等等等等 都把它轉嫁到轉嫁到或是消除那邊壓力 把這個川普再拿出來變成選戰焦點 這是一個對民主黨來說是有利的情勢 那為什麼那個經濟學人這一篇講說 共和黨越來越極端的原因到底在哪裡 共和黨越來越極端 就是大家這個從這個川普當川普當總統以來 大家都看得出為什麼共和黨這個平常 在過去幾十年來幾百年來 看似貌似老好人的這個這個 這個共和黨員突然變成一群非常極端的 這個不信不理性的這個信任川普 信任川普的人啊 他說呢這個其實呢不是 與其來與其說是川普的問題呢 不如是這個整個美國政壇這個選民結構的問題 因為共和黨長久以來 他所得到的選票的選票的比例 跟他所佔的席位的比例是不相稱的 他拿到的選票比較少 可是他拿到席次是比較多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共和黨 當然這原因有很多人 因為共和黨在地方議會 控制的地方議會 他這個同化選區啊 或是其他方式啊 他能夠掌握到這個有效的掌握到優勢 這是民主黨比不上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這個他能夠藏到這個權力的滋味 第二個因素是呢 他的這個這個共和黨的選民 或者說川普的選民呢 與其說他們是因為經濟的因素心聲不滿 然後或者說 因為他們有其他這些這個假新聞的壓力 倒不是說他們是處於政治上這個極端 就是說我如果不信任 不信任你的完全不信任 你我的對手的這個政見 或是主張 比如說我是紅軍你是藍軍 或是我是這個這個 紅軍你是藍軍 或是我用台灣的比喻來說是藍綠 藍綠極端的話 那麼誰支持我的主張 或誰支持反對對方的主張 就變成我的同道 對在這種情況下 他們叫做情緒的兩極化 在這種情況之下 在這兩個因素交相配合之下 讓這個共和黨呢 這次共和黨永遠難以翻身 嗯 然後什麼叫做保守派的英雄呢 哦就這個是 他說共和黨越來越極端 對他剛剛講的原因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保守派的英雄是什麼 是誰 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個哈奇森就是那個年輕的助理 能夠勇於出來 這個這個這個 就是揭穿這一層這個面紗 他是認為是一個英雄 然後現在呢 因為川普呢 在美國呢 是非常有爭議的 就是在哈奇森 作證之後 連非常保守派的 美國的媒體啊 都認為說川普呢 這次受到了重傷啊 然後民調呢 也顯示呢 其實比例還蠻高的 有60%左右的人 認為說 川普不應該再選了 那 呃 對於共和黨來講呢 他們現在呢 也出了明星 像是這個 佛羅里達的這個州長 對 他呢 非常 他非常的保守 對 在很多的這個方面呢 他就是擁護的 右派的這個主張 那現在呢 他 川普呢 如果不選 如果說川普呢 不選的話呢 其實這個 佛羅里達的這個州長呢 他可能就會取而代之 可是川普呢 他現在呢 在他自己受到重傷之後呢 他必須要宣佈參選 他用這個參選呢 來保護他自己 把他 把這個 國會的調查呢 操作成是一個政治上的對立 對他來講是有利的 是 就川普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他不關心這個 對於國家有什麼傷害 不對黨有沒有影響 對他只關心他自己 好 那這個就是 呃 保守派的英雄 這個就是哈奇森 那現在呢 對於紐約時報來說 他呃 揭露的這個共和民主黨的逼宮 在逼宮什麼呢 呃 這個這個逼宮從一個很有趣的故事開始啊 他說民主黨呢 這個 拜登在六月初的時候啊 這個 在六月初的時候 這個 大家還記得另外一個民主黨的大將 叫Bernie Sanders 那位老叔叔啊 他說呢 如果拜登出來競選連任的話 他不會出來 他就在2024年出來的話 他不會跟拜登出來這個挑戰拜登 拜登呢 這個高興的不得了 在第二天晚上 Bernie Sanders講話 講這話第二天 他就邀請Bernie Sanders到白宮來吃晚飯 嗯 那麼這件事情可以看出來呢 這個拜登呢 極需要一個這個 這個忠於 極需要這個 未來這個2024年跟他挑戰的人 來跟他效忠說 你放心 如果你出來我就不會跟你這個 我就不會來挑戰 我不會再來玩了 對 那由此也可見說 他面對的壓力 在黨內面對的壓力有多大 在基本上呢 大家認為他這個 這個不太可能出來 或是不願意他出來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是他實證實在是預證法力 他的民調也這個也很低 然後加上他年紀大 就很難去去說服選民說 然後說服選民說 這是一個 或是說服民主黨的選民說 這是一個值得你出來投票支持的 共和黨 民主黨的這個候選人 那他們怎麼逼供呢 他們逼供就是這個第一個 已經有很多地方這個 這個很多地方在很多地方黨部呢 或是在或是 由於是民主黨的左派呢 在籌劃自己的候選人 有一個最明顯的說法就是 第一個這個黑人選票 這個不見得會支持 最有可能當選的 不見得會支持黑人 那麼反正他們 從過去的例子來看 他們支持的 可能是這個 這個比較 不激進的白人 這話明顯是針對這個 賀錦麗而來 賀錦麗而來 因為賀錦麗有黑人的血統 那賀錦麗 非裔 非裔的血統 那賀錦麗為什麼被認為 也是目標之一 所以拜登呢 雖然說過說 他會參選 而且他下一任的候選 副總統搭檔就是賀錦麗 拜登有可能是言不由衷 因為他不想在這個他在 他一說出這個話就會跛腳 他不想讓自己很快變成跛腳 跛腳不僅對他沒有力 對民主黨的選情 也不見得是有利的 那麼如果說他真的是想要讓賀錦麗 替他沉寂他四年之後的 兩年之後選舉的話 那麼這個那些這個民主黨左派的人 就會覺得說 我現在就要打消賀錦麗這個主義 那他們有民主黨 民主黨 打的主義 打的主義 打的主義是說 不要拜登什麼 那他們要誰 打的主義是說呢 他們希望能夠推出一個 比拜登的立場更稍微偏左的人 激進左派當然希望這個 他們心中主義的候選人出來 比如說Bernie Sanders 可是就像這個Bernie Sanders 他提前表態去跟拜登說 我不會來挑戰你 還在想Bernie Sanders 這民主黨這沒人 或是其他人 因為什麼 那些中原 華倫 對華倫等等 可是他們也知道 推出這個激進的左派呢 這個不容易得到 大部分民主黨選民的支持 因此這時候呢 在拜登跟這個激進左派中間的 中間偏左的候選人 就容易出頭 在這個光譜裡面的人 事實上是非常多的 真的有誰啊 什麼艾米科布拉特啊等等 還有那個同性戀的那個 那個男的 原來是一個小鎮的鎮長 喔 Bewitt 我現在忘了他名字 很難念 因為上次我們還弄過 Bewitt 什麼Bewitt 對 所以他們其實是有人的 是 只是呢 關鍵在於說 拜登的執政法力 他們現在面對的這麼多的問題 包括通膨啊等等 這個其中選舉這一關呢 我看就已經過不了了 其中選舉這一關 對 我覺得現在其中選舉 越來越難過 尤其是拜登 這次到沙烏地阿勃去訪問 會去跟他討論一個 所有卡少吉的事情 他要討論到 石油的問題 問題是 沙烏地阿勃既然有這個籌碼 他幹嘛要賣你的人型 你拿出什麼東西來給他呢 不會啦 我覺得沙烏地阿勃 可能還是會賣拜登人情吧 他看他要換到什麼更大的 因為呢 雖然拜登呢 很難給這些國家說 我剩下兩年多的任期 之後的美國總統會不會變 是不是我我不知道 但是他畢竟他還是美國呀 好 非常謝謝邵宇 這就是今天的飛碟午餐 拜拜 拜拜 還有很多個 好看 おい 好看 好看 可以 好看 好看 對 把